高雄市原名汽车骑士行进凤山区澄清路的时候 因为隔壁的继承车强行切近车道 双方狂按喇叭差一点就发生了碰撞 骑士闪过之后心有不甘当场回头 对小黄驾驶比出了不雅手势 但是呢就是这一回头没有注意到路口已经变换了耗制 一头撞上前方的机车当场摔车 骑在路上才刚经过路口没想到 小黄打算切进来骑士不让双方狂按喇叭 虽然机车顺利闪过却惹得骑士满肚子火 回头比出一个不雅手势 出完气一回头惨了前面车辆早已停下 来不及刹车一头撞上 两台车因为撞击车身明显受到损伤 被撞骑士傻眼附近民众全程目睹经过 先听到刹车声音然后他们两个就撞在一起 那其实前面是红灯的 他为了笔中指所以他没有看到前面是红灯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红灯 因为大家都堵在这里嘛 而且那天下雨 虽然他这个没有违规 可是他就是不礼貌的行为啊 你这样子转头 那你自己也会发生意外啊 你自己就撞到了 二十岁的马姓骑士 骑车经过凤山澄清路 因为小黄驾驶打算切进车道 引发他的不满 车子骑过去后回头比出不雅手势 结果刚好遇上红灯 前方的泄性骑士已经停车 但他来不及反应当场追撞 我们经过的酒车都没有酒车值的反应 后面追撞前车的马姓青年 他应该是为注意车前状况 那前面的驾驶 泄性驾驶没有造折 影片po上网 网友笑称 这是比不雅手势的代价 没有注意车前状况 酿成车祸 幸好伤得不重 年轻人血气方刚 气不过 诚意时之快 吃亏的可是自己 记者梁家伟 王超群 高雄采访报道